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彪雅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我昨天晚上没睡好 对 昨天晚上我见那谁了 你把他来黑了 你别提他了 你这么烦他呀 我来觉得他人挺好的 但他怎么能这样啊 他讨厌 他不就喜欢你吗 你别说了 子秋 你能帮我个忙吗 说 你帮我跟他说 我跟他真的特别不合适 千万别来找我了 装备真是太惨了 求你了 他真让我真的特别不舒服 行 我知道了 找个吃个包子 能不能别再给我加包子 我都已经吃六个了 这个包子小 不光是包子 你今天能不能别再给我发轰炸微信了 我很好 我心情真的很好 没事 喂 没有轰炸呀 我就是问你在干嘛 跟你发搞笑视频嘛 谢谢啊 我不需要 你也不是不能发 挑个最搞笑的 我不要一般搞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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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再吃一个 不毒吧 噔噔噔噔 怎么样 哇 帅 你太美了吧 你这样特别像那种 参加活动的女明星 那 那陶映昕跟制片人不会觉得 我是那种花瓶吧 不会演戏那种 我上次那个实习片段也没录好 你试镜的是个美女吧 大美女 附加千金那种 那就没错 你穿这个肯定没错 对啊 对啊 这一看就是附加千金啊 对 天和角色 行了 快来吃吧 你不是约了十点吗 我不吃了 不吃了 我赶紧去准备准备 我这次一定要成功 我要证明我自己 加油 你可以的 上菜 小哥 再吃一看 您好 您的鞋 谢谢 您好 您的鞋 这个有没有四十三码呀 这双我们店已经没有了 但是可以帮您从其他门店调货 那它有没有别的颜色 还有一双黑色的 我能看看吗 哦 当然可以请您稍等一下 谢谢 给谁买鞋呢 我哥 他过两天生日了 在高中的时候送他的鞋 他都快穿烂了 给男朋友买呗 老板 那双是基础款 穿出去很容易撞鞋的 你应该买限量吧 闭嘴吧你啊 你试完没有 中午休息时间快到了 好的 你过来看看姐姐 过来 您好 这是您要的黑色的这一块 这个有四十二码吗 这双有 好的 好的 那这双我要四十二码 这个蓝色的我要四十三码 我给您一个地址 您给我寄过去可以吗 好的 没问题 谢谢 那算账吧 好 请你稍等一下 海潮哥 好吃吧 好吃再吃一个 我亲手给你做的饺子 哪儿像你这 去去去去 吃吧 又像你这呀 谈恶恋爱还瞒着我 看着我朋友 好朋友 你们见过 喂饭哪 好朋友吗 明白 你要是妒忌我爸有这么多朋友 你也找一个 我妒忌他 我是吃醋 还没吃老婆呢 就瞒着我 我有什么好瞒的呀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你看又来了又来了 来 普通朋友 有喂饭吃的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我跟张老师不合适 怎么就不合适了 就一动一进互补呀 不 不 不行 那张老师那人太冻了 太冻了 不是 他是太活泼了 过分热情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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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情好 热恋 热恋 不热怎么恋 凉了呀 对不对 这什么真是 这一把年纪还热恋呢 我跟你说啊 这个头脾气就不错了 你们这个年纪怎么了 怎么就不能热恋了 对呀 那张老师 看那眼神 就像那个小姑娘 情窦初开 我看着你 不 不 不 他开他的 他 我是开不了了 你就不能耽误人家 让他找合适的 他们去情窦吧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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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了 行了 你就别说李爸了 李爸要觉得不合适 就算了 我觉得这个张老师 性格挺强势的 挺主动的 李爸要跟他在一起 别再受欺负 能强势到哪儿啊 再说了 谁能欺负他 林爸 你怕说忘了 陈婷阿姨吧 陈婷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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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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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嘛 我觉得啊 你还得找一个 性格软和点的 这样呢 我还能到家来吃饭 合着咱俩这么多年 你就涂着吃口饭是吗 那我还涂你什么呀 得 饿不着你 去面馆 一天三顿面 撑死你 你看这没良心啊 委屈老婆那就不管我了 你看看这 这不嘴脸 你们别斗嘴啦 马上我哥就要生日了 你们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啊 我都跟同事换好班了 那天啊 我跟你爸 一块儿给你们做饭 好 做我蛋糕这事 我当然不让 那必须啊 那尖尖你负责点什么 吃啊 你这我不能吃啊 你这我不能吃啊 你小吃肉不好 我还不当给哥吃 我 不 你 我的天 人家饭店故意用生皮子 你还当心二维码不管 你都死我了 你这事不许可自己说 别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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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事不许可 你最后就要喝了 那个我 你才能吃 我 我 你 πα掉 你 好 我切了点水果 给陈林阿姨和小橙子 我来吧 尖尖吧 阿姨 来 快进来 不用了不用 你们你们聊着 别别别 进来进来 来 林小 别站在门口堵着 让尖尖进来 来 快进来 这么多年不见 长成大姑娘了 真好看 阿姨 这么多年 您都没有变 还是那么年轻 真会说话 你还记得你尖尖姐吗 你还记不记得 你小的时候尖尖带你出去玩 不小心 还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不记得 她那个有小 是啊 年纪小 从露天上摔下来 还要连到李津杰身上 我不记得了 小的时候皮着呢 阿姨 你们住哪儿啊 我们住酒店 我不想给林小添麻烦 这一次是来给她过生日的 到时候我订个餐厅 把林小她爸还有你爸都叫上 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行 好了 你们回吧 回去吧 不用送了 你们到酒店来说一声 好的 放心吧 阿姨再见 你妈和你妹妹是想来帮你过生日吗 开心点 证明她们关心你啊 没不开心 你好严肃的 下一个 走吧 我来 林小 林小啊 怎么不说话呀 林小 你不帮我和妹妹的吗 林小 你不帮我和妹妹的吗 哥 你怎么过来了 我睡不着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睡 不行 你别那么小气嘛 我就睡一晚上 好了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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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我 脑子里面什么都不要想 就算明天火星撞地球了 今天也要好好睡觉 你心情不眠拆解影 我在你身边呢 我睡吧 夜空就没理由失明 如果你想他问起 点亮间的曲折 如果失去望明天也成经过 所以沉默 也不必说太多 只有去承受 你说你妈跟你妹 还真的是一天都离不开你 你这才回来多久啊 就追过来了 我妈的确好久没回国了 正好小晨子放暑假 回来看看也好 嗯 而且住酒店 不需要人照顾 也不影响零宵上班 哥 我觉得你还是 抽时间带他们出去转一转 小晨子不如说想去逛逛 我就会问同事 看看下午我先能够换个班 嗯 陈亭阿姨住的那个酒店 就是你打工的酒店 你要是碰见了 你记得打招呼我知道吗 那我也是真的有毛病 她妈估计都不记得我长什么样 我打什么招呼啊 没事啊 我们的民族英雄正成功名 武龙皇帝很少 难民 吃饭别背了 小心消化不良 不行 我今天就得去管理熟悉环境 一周内我就得把所有资料 都背下来 然后正式上岗 所有资料是指 本地历史 还有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 还有这些藏品的信息啊 文化价值意义什么的 主要是现在暑假 好多学生跟家长都来 我们管理缺人 天啊 背台词那么厉害 这些肯定没问题的 那倒是 反正对我来说也是没有什么挑战 很赏识正成功的是哪个皇帝 南民武龙皇帝 厦门古代从政政 官职最高的人是谁 北宋的苏宋宰相 简单来说他就是一个全能学神 是古代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在医学上 连李时珍都是他的粉丝 他编写的《本草图经》 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 引用高达七十四处 而且在天文上 他制造了水域一项台 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中 比欧洲早六百年 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 我还能再讲十分钟呢 要是高考全靠死精英背 那我肯定能上北大 行吧 你们就听他吹牛吧 我吃完了 去店里了 店里生意那么好啊 还行吧 就是 早午餐跟冰沙卖得比较好 怎么没什么利润呢 我维持基本开销吧 现在维持收支平衡是第一步 初见成效了 是 不错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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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为了李健健吧 你是不是疯了 你们俩的事以后再说也行啊 这是你的前途啊 这么好的工作 说不要就不要了 不许你接电话 妈 你别这样 你干嘛 不让你 别这样 别闹别闹别闹 尖尖吧 来 快进来 好多年不见 这都变成大姑娘了 变得真好看啊 好可疯 赶紧 你这又不商量不收了 啊 为啥了 睡了 还可疯了 你让我再乱了 你还好想去 明天去鼓浪宇 但他们玩两个天差不多了 看你气怎么不太好 有点累 赶紧去洗澡吧 晚安 晚安 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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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让小哥知道我在这儿 我是趁他洗澡的时候 同跑过来的 那你快去洗澡 洗完澡过来睡醒 你这是画什么呢 我想做一个冰尾动物系列 像藏羚羊啊 大熊猫啊 姜豚啊 你看 这姜豚多可爱 这样吧 我还以为你画的小动物开会呢 开会 小动物开会 怎么了 对啊 我一直在想怎么给这个系列命名 杜鹃说叫冰尾动物大拳 我觉得太沉重了 开会挺好 就叫小动物开会 我去洗澡了 你回去睡觉吧 我不在你睡得着吗 你知道吗 你睡觉会打拳的 打拳 我以前不这样的吧 我本来睡得好好的 我被你提醒了几次 明天一大早 我要接他们去古老语玩 而且被你爸知道也不好 我还以为我在 你能睡得好一点 多些关心 回去睡吧 小哥还在不在啊 你回去看看 我回房间了 回房间了 好吧 你要是睡不着 就给我发微信哦 打电话也行 还这么化妆 知道了 路死鬼 我来 祝生日快乐 一生顺遂 幸福无忧 李尖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